HELLO 大家好,主 channel 特發消息 利奧娛樂場和總統娛樂場 在沒有公開預視下 剛剛在6月16日即今日凌晨零時結業 住住在12點前趕到現場拍下歷史一刻 利奧娛樂場入口賭場關燈 門口有保安把守 剛剛還有個司拉賭客想進去玩兩手 來到才知關門 真是百年都沒有賭場關燈結業 而另一邊商總統娛樂場那邊也是 大大個很醒目的總統娛樂場招牌已經關燈 嚇喇喇而側門入口已經封了 住客應該要由正門出入 和珍寶海鮮房一樣 總統酒店和娛樂場做了很多年 承載了老一代老澳門老香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 幸好另一邊華都娛樂場那邊 還是燈火通明 仍然做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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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對著著 利奧娛樂場和總統娛樂場已經在星期四 即是6月16日凌晨零時起開始暫停運作 銀魚指出利奧和總統娛樂場現時進行內部盤點工作 員工會調往其他地方工作 利奧和總統屬於銀魚旗下的城市娛樂會 銀魚指出隸屬銀魚團隊的員工 將會被調派到集團旗下其他娛樂場繼續工作 所有聘用條件維持不變 他說集團亦會為他們提供一系列職業培訓 協助他們適應新的工作環境 咦?這樣是否要調職呢? 銀魚亦說感謝市民、顧客和國際人士 多年來對利奧和總統娛樂場的愛戴和支持 並會一如既往繼續致力為澳門休閒旅遊事業作出貢獻 三個場都是銀河的 總統生意一向比較差 銀河不接來做情理之中 但利奧一向挺好的 同期平均殺數有2300多萬 今年二月更達到3900萬殺數 不做真可惜 可能早前與媒體報道有關 場主開出的租金比較高 銀河不太願意為高的租金埋單 所以大家談不完就不做了 實際上銀河自己的大把賭場 真的不必要在這樣的環境下 蝕著接來做 又與自己的場競爭 可以理解的 如果有最新消息再update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我可以掃片給截圖二維碼 謝謝,下集見,bye 謝謝,下集見 感谢观看